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竹子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NodeGS中的这个Cookie的使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Cookie的一个简单介绍 Cookie是从处于访问者的计算机中的变量 可以让我们用同一个浏览器访问同一个域名的时候共享数据 这就是这个Cookie 那为啥会有这个Cookie呢 首先的话http是无状态协议 简单的说就是当你浏览一个页面的时候 然后再跳着到同一个网站的另一个页面 然后这时候的话服务器就无法识别到 这是同一个浏览器在访问同一个网站 那每一次访问的话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的 那这时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就是http这种无状态协议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京东上购买一个商品对吧 那购买商品的时候他让我们登录 等我们登录成功以后 如果他两个页面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用户的状态是不是就丢失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cookie来保存我们这个用户信息 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用户在同一个浏览器上访问同一个月的时候 共享数据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cookie的一些用途 就比如说这里边啊 我们有时候登录完成以后 就是做这个登录啊 登录首先输入用户名 然后输入密码 输入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登录登录以后 然后有时候的话我们不操作这个信息 不操作这个信息 我们回头点击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以后 那这里边还会有你这个用户信息 那这个信息保存在哪呢 就是保存在cookie里边 那同理就是你登录完成以后 我们跳着到其他页面的时候 你发现他也处于这个登录状态 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用户信息保存在cookie里边 这是一个用途 那还有那些用途呢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浏览 浏览商品 浏览商品 浏览完成商品以后 那这个网站 他就知道我们浏览了哪些商品 那像这个浏览的这个商品的类史记录 那我们也可以保存到这个cookie里边 那同理 还有就是猜你喜欢的功能 比如说大家在京东上 京东 或者淘宝上 淘宝买了个东西 淘宝买了个东西 或者你浏览了一个东西 但是你没有买 那这时候他的首页他就会给你推荐什么呢 推荐类似的商品 类似的商品 类似的商品 那他怎么知道你浏览哪个信息呢 那这时候我们浏览的这个商品信息 其实也可以保存到cookie里边 保存到cookie里边以后 那这时候他传到服务器 他就知道你喜欢的商品是什么 就是你浏览的商品是什么 这就是cookie的大概一个用途 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cookie的一些特点 cookie的话 首先他是保存在浏览器本地的 正常情况下的话 如果你设置cookie cookie是不加密的 用户是可以在我们这个浏览器里边看到的 还有就是用户可以自己删除和进入cookie 包括cookie也可以被用户修改 还有就是cookie的话 他相对于我们这个session 就是cookie的话他可以从属数据 那我们还有另一种从属数据的方式 叫session 他相对于这个session的话 他稍微安全性要低一些 就是cookie的话 他的安全性要低一些 但是这个安全性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我们 这个cookie的一些安全性 行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cookie的一个使用 你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使用cookie 你首先得安装这个cookieparser 这也是一个模块 也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的一个中级键 第一步需要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如果我们要用这个cookie 我们需要引入这个cookie 引入完成以后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中级键 设置完成中级键 那我们就可以设置cookie 我们刚才说cookie是干啥呢 cookie它可以 可以让我们 用一个浏览器访问同一个域名的时候 共享数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访问我们这个首页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保存了个信息 那我在访问其他页面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获取这个信息 这是说我们可以 在浏览同一个网页的时候 共享我们这个信息 行 那我们继续 刚才的话我们这里边的话 就是你首先安装引入 引入完成以后 设置中级键 设置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 i.es.cookie 来设置我们的cookie 获取的话 就通过我们 i.es.cookie 来获取这个cookie 一定要注意 行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 首先你要用我们的cookie 你首先得第一步 安装这个cookie parser 当然你不知道 这个cookie parser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 打开我们这个npmgs 我们搜一下 你就直接在这里边搜cookie 搜这个cookie 那我们看有没有 cookie 那这里边就有cookie parser 那我们这里边的话 用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模块 这一个模块 你看怎么用呢 你要用它首先第一步安装 行 那我们安装 安装的话 首先cd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我这里边 打算在这里边用我们这个cookie 所以我cd到 cd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cd进去以后 我们通过cnpm install 这个cokie cookie-parser 然后-c 安装我们这个cookie parser 安装完成以后 那下边我们就可以用了 那行 那我先让它安装的安装同时 那我们这里边看一下 看一下我这里边这个项目 首先这里边引入了express 然后这里边配置了一个简单路由 那我们运行一下 可对不对 那这里边的话 我这个express已经安装了 那行 那这时候我们打开127.0.0.1 3001看能不能访问我们这个页面啊 来运行一下啊 3001走 看能不能答应信息 是吧 你好 脑的解释出来了 出来以后 那下边我们给大家用一下这cookie啊 用cookie 用cookie首先第一步安装 那我们已经安装了安装完成以后 第二步引入啊 引入那这里边我们在下边引入一下 引入以后我们需要执行这个第三步 你看啊第三步我们设置这个中阶件 设置这个中阶件通过app.use app.use 这也是我们这个express的一个第三方中阶件 然后use我们的cookie parser 然后这里边写个括号 这是一个固定的写法啊 固定写法 当然这个变量名称你可以随便设啊 第三步使用 使用完成以后 就是设置我们这个中阶件啊 设置完成以后 那下边我们就可以啊 用我们的cookie 可以设置和获取cookie 那设置的话 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这里边 再写一个路由啊 我叫设置cookie 那你看一下啊 这里边 我写一个get一个 比如叫set set的话 那我这里边写个设置cookie 设置cookie就通过我们 res.coo kie 来设置我们的cookie 设置cookie的话 那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参数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名称 比如我们叫user user name user name user name 或者叫user info 都行啊 user name 这是我们这个cookie的一个名字 然后后边就它一个值 比如说叫cookie的值 然后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参数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里边可以设置我们cookie的一些信息 比如这里边我们可以设置这个max 表示过期实践 过期实践 比如说我们 这么多对吧 那这么多是多少秒呢 我们看一下 一切毫秒 11秒 那这时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60秒 对不对 应该是60秒 行 那这就这就设置我们的cookie就成功了 来给大家写一下 就第一个参数 就第一个参数1 参数1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名字 然后参数2 它表示cookie的值 然后参数3 参数3表示这个cookie的一些设置信息 的配置信息 行 那这个maxage就表示它的过期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 这就表示设置cookie 那我写个设置cookie成功 设置zokie成功 设置我们的cookie成功 就是在这个页面 我是不是设置了一下cookie 那设置cookie以后 你看一下 我们在其他页面 比如有个set 我这边有个news 这是不另一个页面了 然后再来一个 比如叫啊 就首页对吧 首页 我来写个您好 not yes 这个news页面 这是首页 那我们想的是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那它是不是可以设置cookie 设置cookie以后 那你在其他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使用这个cookie 使用的话 这叫设置 获取的话 怎么获取呢 就通过iq.cookies 然后这是我们cookie的名字 就可以获取这个cookie 那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获取一下 我就通过iq.cookies.log 获取我们设置的一些cookie 行 那这里边可以获取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能不能获取 那我们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走一下 走一下以后 那你看一下 我运行一下这个set页面 那之后它是不是就设置cookie了 打印设置cookie成功 那我在访问其他页面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可以获取这个cookie 行 它告诉我 报错了 叫个app.use undified undified undified是因为啥运营呢 注意看啊 就是嘛 一定要注意 我们实力化这个express 要放到上面 不然你这个app找不到 来重新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以后 那我们运行一下 你仔细看啊 我这样访问 访问你发现 这里边有个tsuid 这可能是我以前的这个cookie信息啊 行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我们先不用管它 就这里边有个tsuid 或者我先把这里边的cookie先删掉啊 我们把我们以前的cookie先删掉 看我们这个浏览器里边cookie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边看啊 你看一下 我先把这里边的cookie先都删掉 这里边有个tsuid写删掉 删掉以后 那你看一下 我们再访问一下啊 再访问一下 走 是不是唯空了 或者重启一下 你再看啊 再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走 是不是默认访问我们这个 目录 它的cookie是空啊 那这时候的话 你看一下 我执行一下这个set这个路由 就是我在这里边执行一下 走一下我们这个set set这个到这个页面以后 就比如我们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它是不是设置了一cookie 设置cookie成功 成功以后 它跳转到其他页面 你看一下 走 那这时候 U在内幕是不是就打印出来了 那这个user name 是在哪答应的呢 是不是在我们这里边答应的 那你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里边访问news页面 news 仔细看 这时候是不是到这了 news 你再看啊 走 是吧 你好 nojus news 那它是不是同样也可以打印这cookie信息啊 这就是我们的cookie啊 多个页面 是不是实现了我们的共享这个数据啊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cookie的一个设置 经历过这么几步 教大家再看一下 第一步安装 第二步引入 第三步 配置我们这个中介界 第四步设置 第五步使用 行 那下面我们再来一个 我们给大家备份一下啊 再来一个啊 cookie的基本使用 的基本使用啊 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cookie那边有哪些参数啊 有哪些参数 你仔细看了啊 这是我们这个基本的使用 其实你正常情况这样用就可以了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设置cookie的时候 他会会给我们有这么多参数啊 手机的话啊 刚才学了一个max edge表示一个cookie的一个时效时间 cookie的话 它其实是有过期时间的啊 就是我们的cookie它是保存在浏览器本地啊 给大家写下 他cookie c-o-k-i-e 保存在浏览器本地啊 如果没有过期的话啊 关闭浏览器 再打开 c-o-k-i-e 还是存在的 行 那我们下面给大家也试一下 那我把这个浏览器都关闭啊 都关闭 关闭以后 那我们再重新打开这个浏览器 重新再打开 打开以后 那之后我们再访问一下我们这个地址啊 我们再访问一下我们这个localhouse3001 走 你看下能不能拿到这个数据 那之后它是否已经已经过期了吗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写多少秒 可能是已经过期了啊 我们这里边写的是60秒时间啊 这cookie已经过期了 那过期他是不是就访问不到了 还想是给大家也试一下 那我们再重新来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写大点啊 写大点啊 这个时间 然后再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你看我们再重新设置一下啊 想给大家也试一下 我们这个cookie的过期时间 我们写个set 走 设置cookie成功 成功以后我们访问 可以拿到值 可以拿到值 你看我这手浏览器关闭 关闭再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600秒后过期啊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可以拿到我们这个cookie的信息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cookie啊 等下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里边 如果你这个设置cookie的时间 大于我们这个时间 那他是不是就访问不到这个cookie了 说明我们这个cookie有过期时间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